如果您是用國際版的很單純 只要打您的那個信箱的那個就好了 跟密碼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免費註冊 右上角這邊 您按一下免費註冊就可以了 好 有沒有看到直接打上你的信箱 兩字密碼就這樣 它不會寄認證信給你 在右上角那邊 您看一下右上角這裡有個免費註冊 按下去打上你的信箱跟兩次密碼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簡體版的 它就會有寄認證信給你 就國際版的部分 它反正你只要有E-mail就OK了 E-mail的信箱 對 是的 是的 萬里老師不是真心的 你應該知道 我上次有介紹過一個 如果你覺得 這樣 不知道 要去還是要去 那你就不要用你的公務信箱 也不要用你私人信箱 請用這個關鍵字 路老師用哪一個 拋棄式信箱 好吧 你就用這個拋棄式信箱 我最喜歡十分鐘的 反正其實 因為國際版的 老師講 他也沒有驗證啊 所以有沒有產證這種 什麼拋棄式信箱都沒差 你喜歡就弄進去就好 就會有個帳號 那如果你是簡體版的 那當然它就會寄認證信給你 這樣了解 所以您如果註冊好了 就可以把它登錄一下囉 像我這邊已經有帳號 就把它登錄一下 好 現在這樣我就登錄成功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這樣老師您可以嗎 好 所以註冊帳號 說真的 還蠻簡單的 對不對 它的就是 國際版相對單純很多